接下來的話,比如AI產生文字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他真的有點數限制 所以你不要一直試到最後你不能用 因為他免費的點數 我記得好像是25個吧 所以你應該用的有可能就沒辦法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要不你就要花錢升級 這邊有沒有升級 記得好像也沒有很貴 一個月起價為多少 150塊 156塊 所以其實看起來好像 而且他有100點 100點的話就是可以100個動作 所以其實免費25個 100個動作其實也蠻快的 你試一試兩下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你自己再斟酌一下 我跟各位講 他是基本25個免費 我超過的話就是另外要付費 所以幾個方向 要不然就付錢 要不然就是說 自己再多申請幾個Google帳號 也是個方式 如果你有很多個Google帳號 一個帳號 那你就可以申請25點 那如果假設你有四個帳號 不就有100點 那不就等於是一個月你有買那個帳號 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取巧而已啦 但Adobe公司是希望你可以花錢 如果你假設沒有花錢情況下是這樣子 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文章貼上去 那比如說你要放什麼 比如說長橫哥 不過長橫哥你不能全部放 全部放他跟我讀不懂 我試過他完全不懂 OK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貼幾個 像比如說開頭這四句 這四句的話你可以把它貼上 當然如果他真的看不懂的話怎麼辦 你可以自己再翻譯完之後給他 OK 在這個應該也還蠻口語的 因為白區的痴 有一個特點就是 其實真的是很 比較不會咬文嚼字 但是其實還是文言文 OK 然後你可以把它產生之後看一下 這時候的話呢 他會出現這個 他說不符合 他可能會把一些痴移掉 但是他還是幫你產生 他還在努力跑當中 這個的話你可以把圖產生的部分 你可以選個一張有沒有 兩張呢 然後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來做下載之後 放在Photoshop做背景 但是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明明是韓國吧 韓國人啊 怎麼變 OK 所以其實有點不太OK 但是你可以自己再跟他翻譯一下 我是中國元素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再跟他敘述一下 這個可能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那我是希望說你去試 然後告訴我這個試之後的心得 也許是有不好的 也許是有好的 那我們會比較想要知道 哪些是不好的 有沒有像這個 我們明明是要中國風 結果他就來一個韓國風 這不太OK吧 所以這個可能 那你們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OK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 留給大家去試試看 AI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剛的這一道題 這個二 這個 我先把這個圖檔先把它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總共他提供的 T幅就長這樣 這個是最後完成 那其實可想而知 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這個是一個圖字 那這個圖字的話 我看一下 它在哪邊 這個圖 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所以待會 這個你們 然後 這個的話 就是背景 那這個的話 這個原來的刺 那這一張應該是 它 本來是一個底色 是橘色的 所以 它會希望說 把這些效果把它加上去 OK 等一下 第一張是長這樣 你會發現 它其實 圖層部分看一下 它幾個圖層是這樣的 這個背景是白色的 它上面其實是有一個 這個是透明的 所以這邊透明 那底下的話 是一個橘色的 一個 算是一個範圍吧 它要把它做成什麼樣子呢 其實做成樣子 就是這樣 一個旋轉的效果 有風吹過來的效果 有風動效果 OK 然後 字的話就是怎麼樣 它原來長這樣 要把它變成描邊 有沒有 然後這個 它有個指定的 這個描邊的 那個線條的粗細 然後再來的話 背景要放進來 背景的話 要把它放到後面 然後跟著旋轉 有那個旋轉的效果出現 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 到底有哪一些 要我們做的動作 那我們分別 一樣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當然我們了解一下 PSD01.TIF 做出來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第一個題目是說 它要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PSD02.PSD 塗層1做扭轉濾鏡 扭轉 可能扭轉就像這樣 OK 所以我們第一個 是針對這張圖 做扭轉效果 那扭轉效果 它針對塗層1做扭轉 你們可以看到哪邊 有扭轉效果 應該是扭區吧 有沒有 扭區裡面有沒有扭轉 有耶 在這裡 扭轉效果 你可以看到扭轉效果 當然 它有個左邊旋轉 像這樣 有個右邊旋轉 像這樣子 到底哪一個 才是比較正確的 你可以按一下 不過比較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把這個稍微記一下 它有點是 本來是水平的對不對 它的轉應該是變這樣轉 這樣的話應該是 算什麼 順時針方向轉 所以順時針應該是正的 逆時針的話是反的 OK 所以順時針把它扭轉 那我們第一個切過來 第二個的話可以用濾鏡 濾鏡裡面取扭轉效果 我們扭轉效果點一下 那我們也要正的 正的話要幾度 我不知道 OK 不過沒關係 先把它一個 好像一定要最大的樣子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的角度不夠大 有沒有 它會變這樣子 700多度好像不夠 看起來好像是不是990 如果是990的話 那這邊可以放它縮小 有沒有 好像縮小看會比較完整 因為如果你假設放 原來100的話 只有這樣一點點看不到 所以你就是把它縮小 上面這個縮小之後看一下 好像有比較接近 它繞幾圈 一圈 有沒有 一圈 兩圈 大概繞兩圈 然後所以取消看一下 是不是繞兩圈 對 剛剛好 所以理論上猜 第一個 要把角度變成正的 不是負的 負的話變另外一邊 所以你們可以找到這個 有個濾鏡 扭轉效果 你不能轉這邊 這邊的話變成這樣 變成逆時針轉 逆時針轉 我們要正時針是正的 然後這邊可以縮小 把這個數 這樣看應該蠻準的 接下來的話請按確定 它就幫你轉出來 再切過來看一下 太大太小 Ctrl-- 這樣子兩邊稍微比一下 好像有那麼接近一點點 不過好像又感覺差一些地方哪裡呢 因為目前這邊沒有風吹過去的效果 所以待會我們要再做什麼 把風吹過去的效果加上去 慢慢再把字加上去 再把背景加上去 其實就會有那個效果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看一下那個扭曲的扭轉效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濾鏡的扭轉效果部分 當然如果你要把Photoshop學好 那個濾鏡裡面裝了哪些效果 你可能每一個都試試看 所以有時間的話 請你們再利用不同的塗檔 然後去嘗試用不同的濾鏡 像我們現在用的是扭轉 其實它還有什麼 波形、玻璃、海浪、還有旋轉 你也可以有空的話可以把它再加上去 不同的波形 它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出現 那你也不妨可以把它加上去 你會發現原來變化這麼大 OK 那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謝謝大家